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车学了好也学了坏 这个转向灯就是明显没学好 左转向又按左边这个按钮 右转向也是按右边这个按钮才可以实现 然后再一按它就关了 然后双闪的话就是两边一起按 双闪就亮了 然后再一按双闪就关了 这算隐藏功能 因为跟你没有双闪的一个标识 这种转向灯的按钮绝对的逆天的设计 这块是要吐槽的 然后启动的时候 昨天我们摄影师在骑这款车就发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常规来讲 这块过到通电的状态 然后再一按它就启动了 然后现在我按下去 比如着急走 我按它是没反应的 你看再一按它又关了 所以必须得等它这个字写完 而且这个开机动画时间太长了 这点是需要改进的 怠速稳定在1500转 这个离合对于稍微强壮一点的男士来讲是没问题的 但是对于娇小的姑娘来讲 这个离合绝对是一个负担 在新元J1200上 他们匹配了滑动离合器 然后前后ABS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说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制动 制动手把和离合手把 都是不能根据手掌大小进行调节的 这个绝对是个遗憾 希望后续有所改进吧 减震 减震的采用是一个正力式的减震 很粗 因为这个车很重 整背质量是262公斤 所以这个减震的粗度一定要跟上去 要给力 那减震的感觉怎么样 一会我们骑下来再说 下面是制动 这个制动卡前看着眼熟吗 但是这个制动效果来讲 真的不敢攻位 这是制动盘 然后它的轮毂采用这种 你看有这种亮的 然后黑的这种 停在这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气配成的感觉 车轮1309016 支撑力很一般 是来自腾森的这个轮胎 后续的话 希望他们把轮胎再进一步优化 变成子五线轮胎就更好了 因为这个车啊相对比较重 你要用这种没有子五线 没有钢丝支撑这个轮胎啊 尤其是在弯道的时候 信心会不足 来我们往后来看 油箱 这种天青柚的颜色 跟我前一日在大营博物馆啊 看到那个宋代官窑 产生出的那种 清清紫紫绿绿的那种 换彩的感觉是有点像的 那虽然说啊 这种大型的微钢 很美式 但是呢 由于这种天青柚的配色 让新原G1200这款车多了几分中国的色彩 所以这种搭配呢 能够体现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型微钢巡航车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排气管上面有了一层护罩 虽然有护罩啊 也特别烫 也特别烫 一定要小心 排气管的声浪来讲呢 原厂的声浪是不好听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种发动机啊 它的年份比较早 这个机器最早出现在美国呢 是在1986年的时候 那个时代呢 还是化油器时代 所以它没有考虑太多的环保 如今的排放已经非常非常严格了 现在你想买一种啊 这样的微钢的啊 这种纯风冷的机械感 肌肉感十足的微钢发动机 在国内你是买不到的 有钱你也买不到 那所以新元把这款机器改成现在符合排放法规的车型 就必须要在排放上 以及这个电脑系统上做很大的功夫 比如说这款车着车以后啊 它的排气声浪相对较小 但是其实也有办法啊 就是在这里边呢 是有两个消音心的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 把这两个芯拔掉 它马上会恢复那种原始的动力 大家懂啊 甚至这种V45度的发动机 通过调喷油量 通过调怠速 你还可以得到那种马蹄音的感觉 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啊 这个动态的时候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车的震动的感觉 然后后面来看皮带 中美系巡航车呢 用皮带的是非常多的 因为前面V纲啊 它扭曲太强了 那传统到后轮上 你看它后面的链轮又这么大 如果用链条的话呢 它确实动力非常直接 但是呢 会一拽一拽的 那这种皮带呢 会缓解这种拖拽感 让这个骑行的变得更加顺滑一些 对 然后后减震来讲啊 是很硬的 人家的行程是不是很长的 后轮150 80 16 同样是腾三 然后没有ZR啊 这个是没有子骨线支撑的轮胎 真的 一言难尽 车座 车座呢 摸着感觉还挺软 但是这后面软 前面呢 是比较薄的 这种感觉呢 一会儿我们上路再说啊 也是一言难尽啊 后座 后座呢 相对也是支撑力比较足啊 就是比较硬 尾灯呢 是集成在这个转向灯里面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转向灯先 来 诶 是吧 是在这块亮 然后当我刹车的时候 它这边开始亮了 双闪也是 来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双闪了 还要吐槽这个转向灯啊 真的难用啊 后面也是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设计啊 这种小牌照架 看到了吗 这种小牌照架也是北美的风格啊 所以他把好的学了 把不好的也一块学来了 来往这边来看 脚踏 这脚踏风格呢 跟我之前那个Spotter啊 也是如出一辙 同时连这个 看到了吗 就这上面的防尘套 都跟我之前Spotter上是一谋一样 客观来讲啊 这种焊接工艺 我觉得要比米尔沃基 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 这是这边的两个大火花塞 这边的造型 其实新元为了规避风险啊 他们对专利进行了很多的研究 所以目前来讲啊 这个国产的J1200 还真的是咱们自主生产的一个产品 然后挂挡质感这一块呢 是哐哐哐哐的感觉 一会我们上路以后 再具体聊 这是后腰臂 也是很着实 包括你看这个焊接工艺 还是OK的 然后在后面呢 如果想改这个编包啊什么的 有这种编包的挂点 包括加口被都OK 如果您是一个喜欢改装的玩家啊 那这车绝对有福了 比如呼啸英的那些改装件 你拿来直接就可以用 定制改装 也是施展个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让自己的爱车 附上自己的灵魂 那才是最高的境界 说完静态呢 我们来聊聊动态啊 这个车的动态感受 真的让我似曾相识 我曾经呢 有一部Spotter的1200R 也有过1200C 这车从上面起来感觉呢 既视感 特别像1200C 那个Classic那个版本 但是呢 整个的动力的感觉呢 又像1200R 来的呢 要更直接 但是 当它的转速 到达一定区域的时候 感觉没有 Spotter那种延展性 后来我也看了一下参数啊 最大功率呢 也就45个千瓦 所以 新元 在这个发动机上 是有所保留的 是为了考量 发动机的耐久度 或者是 这个车的质量的稳定性 而且呢 新元 他们还推出了 更长时间的一个保修政策 这个呢 也打消了很多车友的顾虑啊 这个咱们国产的这种 超大型的威刚 到底行不行啊 其实不得不承认啊 人家西方 某些品牌 确实在这方面 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的积累 人家的品质 也相对有保证 人家品牌也非常的牛 但实话讲 这种威刚发动机 上世纪80年代的玩意儿啊 技术含量 就那么回事 现在咱们国家的工艺水平 完全hold得住 没问题 好 我们继续来讲 上路以后的感受啊 这个车行三角 相对有点前轻 我建议 如果他们为了中国市场 因为咱们国人的胳膊 也没那么长 那你在北美市场 这么长 没问题 能大长胳膊 大长腿 咱们呢 稍微往骑士这块来一点 然后把呢 稍微宽一点 你把宽一点的 前面轮 它就轻了 现在这种状态呢 把比较窄 前轮呢 有比较宽130的 所以在低速转向的时候 相对会比较沉 取其精华 气其糟粕 我觉得这才是 中国大排量摩托车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身高是1米78啊 这个双脚着地 肯定是没问题了 我估计1米6的小姑娘 骑这也都没问题 重心来讲啊 因为这种微缸发动机 本身的重心就比较靠下 所以还是OK的啊 包括你扶正车啊 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推车的话 sorry 这262公斤真的非常的沉 这个车的震动 我觉得比Spotter还要大 主要体验在 刚一启动的时候 它的怠速就开始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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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震动我呀 一会我们可以配一段了 它连手把 然后连后视镜 然后连包括我身上 甚至连我的眼镜 都是这种来回来去 来回来去的话 所以在震动这一块呢 其实可以在 比如说发动机这个吊桩上 比如在坐垫上 比如说在手把上 做一些特殊的设计 从而降低这个发动机的震动 但正是由于这种震动了 让这个车有了韵律 当你骑行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这个车会跟你有互动 尤其是在低转4000转以下的时候 当你每次扭动 那种不羁的感觉 会随着你手腕的动动啊 会促进你身上线速不断的分离 那种感觉真的太好 另外一个减震来讲啊 如果碰到那种咯咯啷啷的路面啊 真的是噩梦 尤其是在低速的时候 但是这个减震呢 也有它的优势 当高速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hold得住整个车身的 虽然车辆很重啊 尤其是速度在40公里 每小时以上的时候 你过一个坎儿 哎 它马上就可以吸收这个震动 但是呢 简震总来讲啊 还是一个运动的调教 二白话说的话 就是简震太硬了 没办法 这个车确实也太沉了 在制动方面来讲啊 当我时速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哎 我觉得这个制动力是OK的 也就是我们在市里的正常骑 这个制动是完全可以hold得住你的 但是 如果你时速超过120公里每小时啊 也很快的速度 咔 然后再去停的话 那就不行了 那一下可真的杀不住 所以大家在骑这种美系巡航的时候啊 在刹车的时候一定留个心眼 因为无论是咱们国家自己产用大型微钢巡航车 或者是西方国家品牌的大型微钢巡航车 其实在制动上一直都是转板 对 我觉得这车要优化 制动的手感真的太硬了 离合也是比较沉的啊 但是它有这个滑动离合 这些都是一个进化 ABS介入时机来讲呢 是相对比较晚的啊 它会给你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运动的感觉 皮带传动会很好地缓解这个大型微钢给你带来那种过激的那种冲击感 所以整个骑现在感觉虽然是有那种方当不羁啊 那种很刺激的驾驭感觉 但是如果你想悠悠哉哉的去骑 五六十慢慢悠悠 从所有的观众面前划过也是OK的 把把再改一改 改成这样的会更好看 那当我们挂上一档的时候 最高的速度呢 可以来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0到100呢 估计也就67秒距离看一下这种下方 然后急速来讲啊 轻轻松松123是没问题的 但我真的不希望大家把这车骑的太快 虽然从0到130 这个车辆的稳定性都是OK的 但是当转向的时候 这个轮胎就不能给你很好的一个转向的一个贴地感 如果真的自己要玩的话啊 把把改一改 把轮胎改一改 大型微钢的巡航车啊 声浪非常重要 那这款车 当我骑下来以后的声浪 它要比停在这时候声浪要好听多了 我们也太过耳朵了 星员这钥匙啊也是一言难尽啊 很沉 收的时候 很难收 我现在收不起来 你看啊 这按到这 必须按到一个点上才可以收起来 星员J1200呢一共分有三款颜色 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天青蓝 它是变色龙的感觉 在不同角度呈现不同的色彩 还有一个呢是糖果红 还有一个呢就是普通的黑色 那个颜色呢 我觉得用来改装是比较OK的 最后给星员一个寄语啊 一定要把这种大型微缸巡航车的质量稳定性做好 不要辜负我们的期待 我们下期待